香噴噴的麵包出爐放到盤子上準備販售 店家每天平均生產900到1000個麵包 到了晚上關門前沒有賣完的話 這些麵包通通都會被丟掉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當天出爐 然後當天晚上沒賣完就一定會下架 大概會丟到四五十個這樣 四五十個麵包 根據買器每天浪費的食物沒有固定 下大雨時往往有超過五十個麵包沒有賣完 因此當西食平台找上門時 店家也很樂意將麵包促銷販售 為了不再浪費食物店家和西食平台合作 只要點開APP就可以拿到麵包福袋 小小的福袋內裝滿各式各樣的麵包 裡頭往往會放價值超過百元的商品 而民眾透過平台預約用銅板架就能買回家 大概會有兩個麵包到三個麵包 那或者是一個蛋糕配兩個 總共就是四樣四到五樣這樣 晚上固定七點半以後可以領取 到十點他們自己可以過來領取 店家透過西食平台 將剩餘的食物妥善利用減少浪費 而這一款西食APP從2021年創立 現在已經有三百多家的業者共同合作 包含烘焙業自助餐手藥營等通通都在內 會員只要透過APP就可以預約 解決糧食過剩問題 餐飲業的話大概一年平均大概都有將近八千億的 這個產值那其實大概將近四千億 就一半左右以上可能就會是被浪費掉的 量的話大概就是三百六十萬噸 每年被我們浪費掉的食物不計其數 而西食平台透過這樣的商業模式 光是一年就減少了30萬噸的食物浪費 相當於減少了75萬噸的碳排放量 隨處可見的便利商店也分別在2019 2021年推出先時打折優惠 只要在指定的時間到店裡就可以買到七折或是六五折的機器商品 只要打開便利商店APP就可以看到哪些商品正在打折 從飯麵、御飯糰到甜點、沙拉等等應有盡有 而APP上面甚至還會清楚地標示機器品的數量、店家位置等等的資訊 讓民眾省荷包超級方便 從業者自行開發的APP到超商的機器品優惠 努力把過往盛時概念翻轉 不讓完好如初的食物再度被拋棄 人間會是陳雲廷無知恆星北市採訪報導